第二次,我們談顯著性的解釁 顯著性解釁,在談Y和X 一變數Y,四變數X 是否有顯著關節 剛剛我們 如果我們題目說了 Y等於60加5X 同學,你看 Y等於60加5X 這個是指說 X,你增加一個單位 會貢獻五個單位給Y 所以Y和X之間應該有顯著關係 是有關係的 它的關係是5倍的X 所以貢獻到Y的一條 所以X,你增加一個單位 Y會增加五個單位 這是他的關係 這個關係呢 是怎麼得到的 這個60跟 60跟5這兩個數 只是B0和B1 只是B0和B1 它不是BELA跟BELA1 60和5呢 只是一時的 樣本 10家連鎖商店 我得到的東西 60跟5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你變成20家商店的話呢 它的值就變了 它的值說不定會變成更小 它那個相關性會變得更弱 是有可能的 是吧 所以你不能只憑一時樣本的結果 就斷定Y跟X之間 是有顯著關係的 你懂的意思嗎 一時的成績 並不能代表它一整個學期真正的表現 某一次考試剛好前一天沒有睡好 那一次考試沒考好 難道這就是它 這學期真正的分數嗎 不一定的 是吧 所以呢 一時的樣本的結果 得到它是5 Y跟X之間好像有顯著關係 可是如果真正要確立它 有這個關係 有顯著的關係的話 還得要來進行呢 一種假設的檢定 那這個假設檢定呢 我們就是檢定的對象就是檢定 β1有沒有等於0 我們希望拒絕它 如果我能夠拒絕了H0的話 那就是β1不等於0 β1不等於0就是代表呢 β1如果不等於0的話 代表Y的期望值 就是Y的那平均的那個水準 跟X1之間是具備關係 相反的 如果你β1等於0的話 這項不見了 這項不見了 不見了 那就是說Y就是等於一個常數 它是固定的 它不會跟你的X而變化 不會跟你的X而啟動 而舞動 啟舞不會 對不對 所以呢 β1等不等於0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 回歸上頭的一個關係 你想去探索 你想了解到底呢 自變數X 到底能不能夠影響得到Y 能不能解釋得了Y Y是不是受這個X的影響 它的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真正能夠得到的是 其實被拒絕 被拒絕的話代表 β1等於0不成立 所以應該是β1不等於0 β1不等於0 所以X1 這個自變數應該存在這個關係式裡頭 它應該在這個關係式裡頭 應該扮演一定的角色 你知道嗎 約遲 知道 OK 所以 X1 有沒有在這個關係式裡頭存在 不是直接去探討X1 而是看它前面的係數 前面係數如果等於0的話代表它不見 那就是說如果H0沒有被拒絕 那如果H0被拒絕 整個項不見了 那就代表你X1 根本不應該存在這個關係式裡頭 這樣懂嗎 所以 為什麼要做這個檢驗 它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你不能說我算了β1等於5 所以說β1不會等於0 不能這樣武斷 你還得必須要訴諸理論 來看看它到底有沒有存在 好現在你要檢驗β1等不等於0 首先呢 你必須要去探討誰是檢驗統計數 Test statistics 檢定統計數是什麼 這是檢定統計數 中文就不寫 檢定統計數我們上個學期講過 你要檢定任何的假設之前呢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檢定統計數 檢定統計數扮演嗜子 這個檢定統計數就是 嗜子啊 一個 一個 一個嗜子放到一個榮譽裡頭 呈現出什麼顏色出來 表示這個榮譽裡頭有什麼東西 對不對 嗜子 檢定統計數是扮演嗜子的角色啊 他做名字不叫嗜子 我寫嗜子 你為什麼要寫嗜子 兩年以後一看 奇怪老師英文太差了 這個叫嗜子 我是跟你講他扮演嗜子的角色 OK 那誰來扮演β1等於0 你這個假設的檢定統計數 誰可以來檢定β1 V1很好 V1是個變數 V1從哪裡來 V1上個禮拜推給各位那個式子 很複雜那個式子 一點都不複雜 那個式子 那個式子就是V1 V1裡頭有Y有X YX通通都是樣本裡頭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它在變啊 它隨著樣本在變啊 它是個變數 是個隨機變數 這個隨機變數 這個隨機變數 既然是隨機變數的 我們要問 檢定統計數你找到以後 你確定以後 你馬上要問一件事 檢定統計數的機率分佈函數是什麼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任何檢定統計數 一確定以後 你要問它的機率分佈函數 它有沒有一個機率分佈啊 它的機率分佈是什麼分佈啊 它是常態分佈 它的期望值是什麼 它的期望值是Beta1 它的變數是什麼 變數是Sigma平方 除以Summation XY XY XY-XXY 平方 上 我把它寫這個樣子 OK Sigma平方是誰啊 誰的Sigma平方 同學 到目前為止 我們哪個地方出現的Sigma平方來的啦 Sigma平方是誰的Sigma平方 我們上剛剛那個小時 我們有談的Sigma平方還記不記得 誰的Sigma平方 Epsilon的Sigma平方 Sigma平方主宰了 主宰了你這個分佈 它分佈的寬廣 那你看看 它這個分佈啊 我們假設它都同樣的寬廣 對不對 這個寬廣的程度代表你這個Epsilon 它會在這個範圍之內擺盪 擺盪的幅度 通通假設都一樣大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這樣假設 所以不會因為你X在前面 它擺盪幅度比較小 或在後面比較小 不會有這種情形 它是同樣都一樣寬 這是我們假設來的 這樣一來的話 它當然就會比較均勻 在整個平面上都比較均勻 這個Sigma平方 是誰的Sigma平方 是Epsilon的Sigma平方 Epsilon是什麼東西 Epsilon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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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掌控的那個東西 應該還在加上這個東西 才會你的Y 沒法掌控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隨機變異數 那個東西在波動的 那個東西的變異數 你看那個變異數居然會影響到V1 V1的變異數居然跟Epsilon的變異數有關係 OK 這個 這個東西就不推到給各位看了 那麼 Sigma平方去除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大家很熟悉 這個很像那個X的那個變異數 樣本變異數 X的樣本變異數 X的樣本變異數 除以N-1就是X平方了 它來除以它 然後期望值是Beta-1 而V1的 分布是N OK 好的 你懂了這個東西以後 你要去檢驗它 所以你知道 它什麼時候該拒絕啊 它如果是個常態分布 V1是個常態分布 期望值是Beta-1 H0說Beta-1應該等於0 那它有它的Sigma平方 那Sigma平方是 是這個 OK 何時可以拒絕H0呢 何時拒絕它 拒絕去路外拒絕去H0 也就是 當 M1 大於 大於誰啊 大於0 加 0加這一段 或是0減這一段 大於大的這個0界點 小於小的0界點 因而落在兩個拒絕區裡頭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say no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拒絕的時候 那這個拒絕區是0加上 B1的標準差 B1的標準差是什麼 B1的標準差是什麼 B1的標準差是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就不通行 我們下去 好了 寫一下 好 好了 寫一下 寫上 這個 因爲它是常態分布 所以z分布 二分之α 或者是小于零减 所以吗 根号上 乘上Z 则 reject 所以B1的值 过大或过小的时候 是你拒绝的时候 那你大于正的 小于负的 因为零你可以拿掉啊 你看这个零可以拿掉啊 就变成负的了吗 正的 所以B1的绝对值 大于他 这才是正的 才是正的 你可以把它写成绝对值 所以事实上应该是 当 B1的绝对值 大于什么东西的时候 大于这个东西 reject 好问题来了 Sigma知不知道 我们只是假设Sigma平方都是同样的 所有的Epsilon的Sigma平方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知道Sigma是等于多少 对不对 现在还必须要先处理这个问题 谁可以当Sigma平方的无偏估车量 谁是好的无偏估车量 这个问题啊 统金学家都帮我们解决好了 那说啊 他说 SSE SSE 除以 他的自由度 SSE是长什么样子 还记不记得 13张的SSE 看你是Completed randomized design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对不对 SSE不一样 现在14张在回归的世界里头 你的SSE是长什么样子呢 SSE就是 你 Yi本身是Yi 扣掉那个想要取代它 代替它解释它的那个Yi hat 也就是回归固测线上的点 跟 也就是线上的点 跟线外的点 之间的相差 的平方相加轴 那我们上回讲过 他的自由度是多少 N 減掉 这个自由度是多少 我跟你讲 Yi hat 事实上是 B0 加B1 乘以Xi 自由度 就两个了 就是一个是B0 一个是B1 自由度只有两个 上一次我们在这地方呢 是不是谈了一下子 自由度两个 那你 Yi 減掉它 那就是N-2了 就是它的自由度了 就是它的自由度了 N-2是 SSE的 degree of freedom 所以SSE除以N-2 按照我们 在13商那边的说法 它的名字应该叫 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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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e to erro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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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我们可以证明说了 MS1是sigma平方的无偏估测量 它的期望值正好就等于sigma平方 信或不信 不信你自己证明 这个是高通 这个是理论上头的事实 所以MS1是sigma平方的无偏估测量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很简单 我们sigma不知道 我们用什么东西取代它 用什么取代它 大家看 就用MS1开根号取代它 MS1开根号 写的有点复杂 我们在回归的世界里头 这本书里头 我们都用一个符号来代替MS1 注意哦 在回归里头 你看到小s平方 就是代表MS1 这不是大s 是小s 小s的平方 代表MS1 所以这样来讲 我们在写东西就比较方便一些了 我们的 这是sigma 我们不用写 根号MS1 我们写小s就好了 那以前讲过 如果你的sigma被某一个固扇量取代它以后 它就不再是 Z风波了 它变什么风波 变什么风波 变T风波 然后那个T风波呢 的自由度跟取代者 你现在是小s 取代者的自由度 同享 同一个自由度 小s的自由度有几个 n-2 然后你这边2分杂幅 变这样 OK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呢 把 B1 的绝对值 除以 下方 把 把那个东西 把带到下方来 你看 把这个东西 除过来 放到父母里头来 OK 这不就是变成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叫它叫什么呢 对吧 把这个东西叫 取一个新的名字 叫sb1 b1的标准差的估设量 谁是b1的标准差 b1的标准差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 这个的估设量是什么 把这个用s取代它 叫做sb1 看到没 本来应该叫什么 你知道吗 本来这个量应该叫什么吗 sigma sub b1 这个b1的标准差 sigma不知道 就不能够再扮演sigma 就叫它叫什么 叫sb1 懂的意思吗 本来这个东西叫sb1 我再讲一次 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叫sigma sub b1 b1的标准差 可以吗 b1没有准差 它里头有一个sigma位置啊 因此我们用什么东西取代sigma 还记得吗 用什么 用s取代它以后 它就称它叫s sub b1 所以这边就叫了s sub b1 OK 这也就是我们课本的符号 大家看一下课本 在 625月14至17那个词子 告诉我们b1的几率分布函数 常态分布 期望值变异数都告诉你 那么sigma位置用 小s取代它 小s就是在14至16那个地方的小s 小s的平方就是mse 14至15 这我们都讲过了 然后呢 这个 它翻过来626页 14至19那个词子 就是b1 去除以sb1 得到一个t值 OK 那个t值是怎么来了 就是翻过来在625页这个地方 你b1去减掉b1去除以sb1 由于h0为真的时候b1是等于0 所以你除出来的结果 事实上就是b1去除以sb1 OK 好 那么 那么 这边你用绝对值 课本不用绝对值 为什么 因为呢 它直接去跟t的值去相比较 所以它 你b1可能大于它 或者小于负的它 先不管它 那你b1 就绝对值 我们不用绝对值 b1去除以 这个sb1 就得到了值 看看 我们把它叫t值 这个t值呢 大于这个查表所得到值 或者是 小于负的t的n-2 都可以 所以重点是这个值 这个值呢 有可能是负的 为什么 因为b1有可能是负的 b1是负的 可是这个值一定是正的 是吧 那么这个值 b1是正或负 那你除以这个东西 总而你t值可能是正 可能是负 正的你就跟正的比 负的跟负的比 OK 所以 做t检定的时候 你真正要掌握的 就是这个东西 是t检定的 检定统计数 t-test 检定 统计数 b1去除以sb1 b1出以sb1以后 出出来的结果 你看去跟谁比 同学你看 626页 14至19 那个词 就是一个典型的 算数你的b1值出来以后 去除以sb1 然后让这个值 去跟 常表以后的值 去做比较 这就是t检定 你当然你也可以用p-value 去算它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t检定 大声一点 t检定的检定统计数 b1去除以sb1 这个检定统计数 就是把它标准化以后的检定统计数 我们原来说它的检定统计数 各位同学 老师刚刚不是讲检定统计数是b1吗 可是这个b1呢 对我们课本来讲 或是一般的说法 就是把这个b1加以标准化 加工以后 再去跟t做比较 我刚刚这个做法是还没加工之前 直接拿b1去跟这个值做比较 一路这样划过来 都还是坚守着b1还是检定统计数 到这边还是检定统计数 可是你如果让它扮演检定统计数 它比较的对象 是这个东西 是sb1乘上t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sb1除过来以后 直接去跟t做比较的话 检定统计数变成谁了 变成这个值 这个值变成检定统计数了 这个值我们把它叫t 都可以 看你用哪个都可以 但是我们约定俗成 习惯用了还是用什么 还是用这个 这个还是我们习惯用的 你看课本在这个地方就直接讲 你的检定统计数 t检定检定统计数 就是14至19那个是 所以大家习惯 以后你做回归的 这个显著性的检定的时候 t检定就是b1去除以sb1 这是他解冰统计数 那个 我不知道很懂为什么 他的sigma会用epsilon sigma为什么会用epsilon 对 你这句话有语病 sigma为什么用epsilon 我觉得他的sigma 为什么是从epsilon sigma为什么是从epsilon 你是说epsilon的sigma 为什么会跟这边扯上关系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吧 因为你的b的值 各位同学你看 你的b是什么意思 你这边很多的点 然后你画一条线 这条线叫 叫这个 对不对 这个是他的邪律哦 b1是他的邪律哦 看了没 所以b1支配的是你这些点啊 你事实上会出现的点 他是以什么样的一种邪律 以什么样的一种速率出现他 如果你b1比较大的话 他会变成这样一条线 所以你出现的值会是这样子 现在你b1是这样子 你出现的值会在这边啊 那这边呢 为什么会跟那个 epsilon的sigma 比方产生关系 各位同学你看看 epsilon是什么啊 是我们现在有 理论上我们发现 它有一条 有一条线 这条线呢 它的值啊 它的点的值呢 是沿着这条线 当做它中间的 中间的点 然后出现的值呢 是在这边出现 在这边出现 这个出现的这个幅度啊 叫做sigma sigma要不要跟b1扯上关系 理论上头的sigma 是这边出现摆档的那个幅度 摆档幅度如果很大的话 我跟你讲 它会变成什么 你出现点会变成这样 那这个摆档的幅度 会不会影响它 穿越实际上头 你的样本点的那个斜率 那个斜率是b1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关系 会有关系 对不对 对 就是设计 就是假设它sigma都强 sigma都强 sigma都强 对 就是摆档幅度也都强 对啊 那这样的话就是 不会影响性 不会什么 不会影响性的地方 因为摆档幅度都强 摆档幅度如果比较大的时候 我跟你讲 摆档幅度如果比较大 你看 摆档幅度比较大的话 摆档幅度很大 是吧 你说摆档幅度很小 所以不会影响它的斜率 通常都是这样的斜率吗 你的意思是这样的 应该不会影响 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不对 但是你的sigma 为什么会跟你的b 会产生关系呢 sigma 所以b1这个地方 它的变异数 b1的变异数跟sigma有关系 对不对 sigma是代表 Epsilon摆档的幅度 摆档幅度 会跟b1的变异数有关系 变异数 b1 b1不是它的斜率吗 它斜率有正有负啊 斜率有大有小啊 它那个摆档幅度 会受到那个sigma的影响 会受到你这边摆档幅度的大小的影响 事实上你这些点 它摆档幅度 不会像现在这边那么整齐了 那有时候 会有些 会有一个扭曲 你知道吗 会有一个幅度 那这边是 那这边是 就是说你的sigma 会跟你这个b1这边扯上关系 在哪个东西发生关系呢 在变异数上面发生关系 是这个关系 Epsilon的变异数要除上这个量 才是b1的变异数 你这样想 它那个 它的变化的幅度 会影响到你b1变异的幅度 这个对啊 没错啊 变异数啊 那不是变异 不是影响它的值啊 不是b1的值 是b1的变异数 看到没 是b1的变异数 b1变异数 那幅度的大小会受到sigma平方的值 也就是那b1的幅度的大小的意义 不然它不完全是等于它 它还除一个量 除一个什么东西 除以那个 你的x 就是你水平分量上头的那个变化度 水平分量的变化度 如果很大的时候 你的点分布的很广 是吧 那你可能那个受到它影响的幅度 就会比较小 因为它的分母里头 还有什么问题 MSE MSE就是SSE出以它的自由度 那它为什么会出来 会跑出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是sigma平方的无偏固车 sigma平方在找不到其他非常 金横久远的 的无偏固车 唯一能够扮演sigma平方的无偏固车 就是MSE 你知道吗 你看我们在13章 在谈sigma平方的无偏固车量 也是MSE啊 不管你H为真为假 通通都是扮演非常忠实的朋友的角色 通通都是 不管H为真 H为假 都是sigma平方的无偏固车量 所以sigma平方是这样 就是MSE是这样跑出来 5是为了解决sigma平方而出的 sigma平方不知道 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要问说 sigma平方为什么ε 会影响扮演这么重大的角色 ε原来是个残余量不是吗 是个尾巴 是这个Y等于EY 加上这个ε ε的变异数 为什么会在这边扮演那么重大的角色 所以才会有它的变异数 它的变异数是sigma平方 为什么要在这边扮演那么重大的角色 以至于你要去找一个MSE 来扮演它的无偏固车 对不对 你的问题可能是这个 原来这个无法控制的这个波动的这个东西 反而它才会支配到我们整个回归的结果 回归成果的好坏跟成败 原来是取决于你ε 确实是如此 这个东西是我们这部分讲完以后 紧接着讲的下一部分的东西叫做残余量分析 残余量就是谁 就是这个ε 你想想看 你的波动性如果是很自然的话 可大可小一点点 那代表你身体是健康的 我们刚不是说以饭量来理解吗 这个是你的真正的饭量 你的饮食的真实的 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那个饮食的那个量 对不对 这个是无法控制的 无法控制这个量 如果是身体健康的话 这无法控制量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规律性的一个常态风波的量 假设这边哪一天你的身体大起大落 你的身体变状况了 以至于呢你这个ε 不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常态风波了 不再是可正可负的那个自然的波动的 这边变成是大起大落 突然间哇猛吃猛喝 突然间一点都不动 这个时候你发觉哪边出问题了 ε不再符合刚刚所讲的四个符合自然规律的四个条件了 哪边产生问题 什么东西产生问题 它会使得没有办法捕捉的那部分 变得如此的波涛胸有如此的浩大 是什么东西产生问题了 哪地方产生问题告诉我 这是你全部的量 你全部的量有规律的那一部分 把你吸住了把你吸走了 以至于剩下的东西就是 就是那个常态风波那一部分 这是正常的状态 如果哪一天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主角了 这个东西变成是大量的东西跑到这边来 那什么东西不见了 哪个东西跑到这边来了 哪个东西跑到这边来了 这个东西的量跑到这边来了 这个东西变少了 你身体正常每天应该吸收那个饭量 被这个东西解释了 你身体出了状况 就是代表你回归模型不正确了 这个稍后再讲 对刚刚的问题有没有回答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刚刚为什么 刚刚那个问题啊 为什么你这个性化平方 那为什么跟V1会发生关系 是跟V1的变异数产生关系 然后你要检验的时候 是拿V1的水去除以它的标准差 被估测的标准差 这不是纯然自己的标准差 真正的标准差是这个 可是因为Sigma不知道 所以你用S取代它 这个是取代了Sigma以后的 的那个标准差 它叫T 那同学问说 为什么会跑出一个MAC出来 因为MAC才是Sigma平方的 无偏固质量 那你的问题应该 怎么会想到这个呢 对不起 就是这样想到 就是MAC OK 那上一张在谈那个实验设计的时候 你也一样是拿MAC 当作Sigma平方的评估量 好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刚刚没有想到 为什么这两张啊 谈ANOVA的实验设计的东西 跟这张谈回归的东西 都有一个Sigma平方 两张在谈Sigma平方的Sigma平方 是不是都是同样的Sigma平方 不一样的Sigma平方 14张的Sigma平方是谁的Sigma平方 是Epsilon的Sigma平方 13张的Sigma平方是谁的Sigma平方 是你K个母体的常态分布的变异数 是那个东西 这 然后你要记得 我们这两张两个subject里头的Sigma平方 我们都假设 都假设Sigma平方都是相等的 K个母体的Sigma平方都相等 只是我们不知道它等于多少而已 这边一样你有好多好多的 Epsiloni的Sigma平方 我们都假设它Epsiloni的Sigma平方 都是相等的 要注意哦 这样一个相似性 以及它为什么是共同探讨Sigma平方 因为Sigma平方 虽然看起来是 好像很不起眼的角色 居然在这边扮演非常重大的 重大的要角 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Sigma平方 它支配了你整个的模型 它偏移的程度 它会波动的程度 我们要去掌控它 从那边找出 检定统计数 从那边来研判 检定 可以接受 还是被拒绝 是这样来的 都是为了检定 而来的 你看我们今天谈那么多 以及我们13刚才谈那些东西 都是为了检定H0 既然你要检定它 它就一定要找出检定统计数出来 检定统计数都跟这个Sigma平方有关系 还有一个检定呢 也是为了检定同样的 同样的Vita1 等等等于0 但是这个检定的路子 跟这边的T检定不一样 这边的检定 我们把它叫T检定 另外一个路子叫什么 怎么检定你知道吗 那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再来看 好不好